我刚才用了一个梗 就是有人说 我们有全世界最好的作出解说 但是我们这个男子屋 实在是没有这个颜面 刚才听到他说 这张嘴我也是服了 对对对 吃这口饭的话 没有办法 你看我今天 我上来的时候是3600万 现在就有6000万了 今天加2400万的战役 也是贼顶 我感觉那个凤凰领域 应该加了400万 来我们现在就打这个金蜡 各位金蜡 第一把先预测一下吧 我们12把分三次吧 一把 四把能不能赢 三次吗 三把能不能赢两把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三把能不能赢两把 再切除两把 我先把这个分打上去 把这五汉揍下来 烦死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 蒙奇路飞的号 路飞的号 他的这个战役 给大家看一下 234567890 这个凑了一个整 很强 他要是再来个十一战役 就完美了 可惜 战力少了一点 刚好九倍数 他这个战力凑的是 很nice 这把切除完 我们就开始金蜡 搞起来 炸环没搞 炸环因为 大佬说 其实我也是大佬了 有人说 有人说那个 炸环 不够理想 因为它有副作用 炸了魂环之后 20秒 都是 没魂环的状态 就不太好 来吧 我们开始金蜡 匹配到 人我们就截止 金蜡赛 走你 好截止了各位 现在是12万对5万 大家都觉得我赢三把 不是三把赢两把 是小case是吧 我也这样觉得 两边都是封号99左右 很平衡 右边这个狐狸 打左边这个天使 天使现在确实好像有点菜 现在是菊花 蜘蛛 狐狸 相互克制的关系 这里有一个什么样的克制关系呢 这样说吧 也是莫星教我的 就是 狐狸 它是后排 蜘蛛 是前排 菊花 好像也是后排 然后呢 蜘蛛 是克这个 菊花的 菊花是克狐狸的 狐狸是克鬼的 不是 狐狸是克这个蜘蛛的 狐狸为什么克这个蜘蛛 因为蜘蛛 它得要先把前排的牛给做了 然后它才能打后排的狐狸 对吧 但是 狐狸 我想象 狐狸可以直接打前排的蜘蛛 蜘蛛 作为这个前排 其实是没有这个牛肉的 有可能 狐狸就直接把前排的蜘蛛给秒了 所以呢 就变成了 以多打打少的一个状态 所以的话 是这个蜘蛛 不是 所以是这个狐狸克这个蜘蛛 OK OK 所以我们这个208LTi 还是不足以 肩负起我们这个重任的 这拨一个斗罗 它都卡成这样 而且这个摄像头软件 凭什么占用率那么高 这个奇乐怪了 D厂怎么样了 D厂已经打了 各位 我刚才电脑突然间就卡了 卡到我这个上传都停了 然后这个快手这个软件 直接就G了 我们这个预测还有吗 预测已经没了呀 我这个预测已经没了呀 各位 你们看到刚才那个预测怎么样了 3090Ti 这个网络的话不是起网络 我的天哪 等等 D厂打了呀 待会给你们看回放 稍等啊 这个有点小问题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好的欢迎回来 刚才那把是已经打赢了 但是 刚才这个预测就不算 我们重新来 退钱 应该已经自动返还了呀 各位胜了 还没有返还的等等就来了 我们先把这个武汉给打下来 这个绑一之针就在此一举了呀 我的小蜘蛛先死了 他的小蜘蛛死得比较慢 我又有小蜘蛛诶 刚才我看到小蜘蛛血量已经明了 你看小蜘蛛是在这爬来爬去的 现在我小蜘蛛还活着 所以我的小蜘蛛有点牛掰 他的这个鬼在这儿 他在打我的这个武角色 他在打我的顶 是什么鬼 他的鬼竟然附身我的顶去了 这个很奇怪呀 我的蜘蛛别死的 这次他说出会比较猛 因为我的鬼死了 就没有办法那么好地去限制他 我可能这个 这把就没了 但是也不好说 你的蜘蛛别死 蜘蛛一死我就没了 没有了 这把各位 很抱歉 哎呀 顶也死了 顶为什么不容易死 各位 是因为顶 它是后排里面的后排 就是 这个游戏有一些后排 但是所有的后排里面 也是分先后的 比如说狐狸 他就我莫认为是站的比较前的 海神在中间 然后呢 这个顶就在最后的最后 如果一场战斗 我的顶先死了 那这个是很有问题的 就问题非常的大 刚才 哎呀 我的顶先先死 这点很奇怪 可能是一个AOE就没了 他这个蜘蛛有点顶 而且我这个鬼 要把他弄得更肉一些 就不容易死了 蜘蛛发展很严重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 蜘蛛是二号位 我的天 哦不是 我说这不是武汉 我说怎么一下就没了 蜘蛛是在这儿 红色五魂的 背着红色一大头那个 像是 八猪魂骨一样 来再捶他 别在这儿搞了半天 敬给人家在这儿送分 对吧 然后 不划就钻石切磋 结果一直就打赢 一划钻石切磋 一直就输 来看一下 罚战严重 你看在这儿 蜘蛛在这儿 打得好慢啊 蜘蛛 蜘蛛 他在罚战啊 我的蜘蛛怪不得没有输出 他一直在这儿站着 你这是 现在才该输出啊 我的天 我还是就被秒了 这个蜘蛛 有点讨厌 做五次冰冰 他要上了这个榜才行 他还没有上榜呢 就即便今天他上了 前一百 也需要下次才能显示 这次还显示不出来 完了呀 这蜘蛛为什么 罚战罚得那么严重啊 它是有这个闪步区的呀 这是闪步区呀 加各种各样的 减负面效果的免疫状态 对吧 持续三秒钟 这个神了呀 蜘蛛魂有冲突是吧 但是大家都是这一套 你说冲突 但其实蜘蛛魂冲突 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它是瓶虫空的 我那么死 那么铁 这个东西开始就有点玄虚的感觉了 完了 一直在这被揍 来我们开始精英赛吧 精英赛三把 先截止一下 好 待会我们再多打打 这个东西 打一把两把三把 都不算数的 要多打 现在我们是 都是白鹰段位 这个真的是很草 三把银两把 真的非常的轻松 既然还有6.8万 读我不能 你这小瞧我了 今天大家都有这个次数 大家都会打很多把 他们的分数都很虚 就一些菜鸟 他就分数都很高的 然后我们这边 第一个就直接横扫了 这把肯定就赢了 我有个这么个感觉 如果我们能够轻轻松 把这个武汉给秒了 那这个冰妹就可以 把他揍了 现在我们是 能够揍这个冰妹 但是武汉揍不过 打武汉不需要动 打武汉的时候再动 你说的没有错 但是 倘若咱们这个调了 真的能把武汉也揍了 那冰妹其实也不在花下 但是万一的万一 有可能出现 石刀剪刀布的情况 对吧 我现在捶冰妹 冰妹捶武汉 但是这个冰妹就连我们两个一起捶 也有这个可能 但是我感觉 我是这样子 对面第三个一级神 苏若蕊 来看一看 妄图是否能够 封号99 直接把他给揍了 是吧 我绝对问题不大 哦 从上一遍 这个你要是揍得过的话 我直接 算了 直接啥 直接这一杯拉满 对吧 好 他说了 他说我揍不过这个人 没关系 半杯吧 半杯 要求不高 我没说出来 没说出来 我替你说了嘛 对吧 你看我那么好心 这半杯不需要搞 搞了之后 给你拉拉关注 他说 我要是打得过的话 然后后面半句 他这个人不善言辞 不善表达 对吧 来 这白醋 上次剩下的 白醋 特别难闻的那个东西 这半杯 已经给他满上了 别客气 来 蒙着眼睛 小张来 小张只蒙着你 净翘的脸 这啥 这半杯 上次 上次我是不是干了一杯 你有一说一 上次我是不是干了一杯下去 对吧 你要涨粉 你连这点东西 你都不舍得搞 对吧 好 已经三胜一了 对吧 三场 第一场 这个第一绳 怎么这么差 对吧 一级绳 他就觉得我 连一级绳都这么够 你小瞧人 小瞧人这不甜地 不行 来 好那啥 来 捂着眼睛 过来 转过来 让大家看到 这还少 上面的口更粗 这个杯子是 上粗下细的这种 我给他弄了一杯 确实是 一半多了一点点 对吧 给他倒掉一杯 别倒了 倒掉 这到处都是这个味道了 没事 别别别 好 倒一点点 倒一点点 倒了一点点 这一点 怎么都给喝了 对吧 这没有办法说了 上来你喝多少 来这 结算 我们要三把 赢了两把 你看这个题目 来 蒙着眼睛 过来 给他喝了 你蒙着眼睛过来 认真点 快点 用纸蒙着 你不想上镜也可以 把头转过来 把眼睛蒙着 或者你戴个口罩 把眼睛蒙了 这个我觉得没啥效果 大家还是不要 给他点关注了 对吧 他不想找粉 我看出来了 这 又是一级神 哇 这把 没了呀 怎么 我们被一圈三了吗 难道 我要打的 第一个角色 就是一级神 我擦 打得那么吃力 难了 难了 我的天呐 哎呀 勉强能赢 这个人 这个一级神比较菜 圆鲜黄 对吧 你早点喝 现在又可以赌了 对吧 你怎么喝那么慢呢 大哥 一梦七年你们去的 好的好的 望图哥加油 好的 我继续努力 别这个 抖了又寂了 你在这儿 悄悄悄悄的喝 有啥意思 大口喝了 然后给你 给你 给你一点水 解一下 对吧 你别在这 你这份表情 他们也看不着的 你别在这 给我摆一副臭脸 是吧 要么 勇敢点 对吧 哎呀 各位不好意思 这把真没有了 这个一级神 一个接一个 一个战力比一个战力高 你看这都有两个 绝魂倒器的 这搞不定 不是吧 蜘蛛换菊花了吧 确实是 哦 各位不好意思 刚才这个视频 忘记录制了 然后刚才我们打的精彩 输了一把 再来再来 第二把 第二把第三把 必须要赢啊 不然这14.8万的 豆子就没了 牛肉总是被秒 怎么办 有两个办法 来 你说 牛肉总被秒 怎么办呀 我漏呗 不过肉 那要怎么办 加强肉 就各种资源 仙腿牛对吧 除此以外呢 除此以外 就是要加强 然后 这个魂欢 记得搭配差不多 就是 我们10个 肉魂欢 牛参考我的 这个 魂烟斗肉 我玩个这个好 好像是 浩天 浩天4800豆腐的 那么强 那我就给予名了呀 这是 直接就发财了 你直接把大家 希望给弄破灭了 那大家不给你 一波取冠 就怪了 我的天呐 第一个角色 这种资 我们这边已经没了 不要牛就不会被秒 你是真的是个人才 最简单的办法 是冲10万 其实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这个游戏的东西 不要落下 然后慢慢的去搞 其实冲钱 不是最重要的 像我们冲钱 冲了150万就很强吗 就能随便人 随便送了 不是的 这个游戏 特别需要时间 所以要慢慢搞 你10万 你玩个一年 充10万 比我玩三个月 充100万 要强的多的多 感谢图图让我回本 是吧 好的好的 所以这个时间 也很重要 各位我这又有点卡 我感觉好危险 欢迎回来 现在这个圣头 我们就没有开了 这样就不卡了 我们刚才又打了几把 我们开了一个局 6把能不能赢3把 现在已经3把过去了 输了两把 然后我们再打吧 这个蜘蛛 我的蜘蛛就 不知道为什么 应该打别人的时候 我的蜘蛛就 活动得挺好的 就一开始就会走动 然后走动过去 走到前排 就开始输出 对吧 但是遇到这个武汉的时候 也许对面的武汉的蜘蛛 是瓷的蜘蛛 我们的蜘蛛是熊蜘蛛 熊蜘蛛见到瓷蜘蛛 这个两腿就卖不开 不了 然后就被勾引了 所以我们就打不过武汉 是这么个原因 别的原因 我觉得也找不着 赢了一把 还有两把 剩下的 得要再赢两把 三把 再赢两把 才能 赢呢 不然你们这些豆子就没了 各位等等 好 这把我们排第二名 那我们这把应该是稳的 我感觉只要我第二 那我们第三的这个 肯定不会是一个封号斗罗 应该是一个至少三级神 二级神 对吧 然后战力还超级高的一个家伙 至少15亿起步 对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肯定很稳 这把已经定了 三龙十九亿 我就说嘛 等等等等 我们这个六把 就赌能不能赢三把吧 对吧 前两把都输了 之后两把又赢了 对吧 现在你们不好受了呀 我的天 两极反转 轻轻松松 把他们给团灭了 再来再来 混合应该有bug 应该是 待会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 各位 来 最后两把 只要赢一把 这19万豆子就赢了 这25万 不能的 现在慌不慌 刚才你们还觉得 肯定能发财 直接就要我结算是吧 现在慌得一压皮 这豆魂之马赛 还有一个参赛资格 牛掰了 想看来说能帮我调 那这这还是算了吧 暂时先不用了 这墨青大佬刚帮我调完 我需要仔细了解学习一下 这个号 调号是这么一个情况 你可以调 但是你不要调来调去的 他们很多大佬 不止一个大佬和我说 你不能就听水友的 水友说这个要调 你就去调这个 水友说那个要调 就去调那个 调来调去 最后这个号就废了 你只要坚持自己的一些想法 就是你有一个主星骨 这个主星骨不要变来变去就好了 这个人我觉得我可以打过 小长你来晚了 不然我们可以赌一下这个 这个 能不能把这个人揍了 这个二级神 他还说他是废号 对吧 哎呀 哎呀 还是打赢了 你来晚了 不然你就要喝这个 特能酥还是这个酸奶了 好 最后这个万首修罗 我没有了 来看一看 输赛赢赛怎么算 算赢啊 我们赌的是 六把竞赛能否赢三把 对吧 已经赢了两把了 四把 不 这是第五把 这把已经没有了 他们说已经没了 对面超级强 看最后一把 对吧 就看最后一把 逆蝶 哎呀 逆蝶很牛掰吗 不知道 我不知道耶 妄图你这想吃你们豆子 你们豆子我吃 吃不到肚子里啊 这之后我又不做装是吧 我就蹭点热度 来看一看看一看 哇这把没了呀 我感觉 完了 14亿 对面14亿是吧 好的好的 主要是对面 直接就一个三级神中期 然后直接瞄我们这边 就感觉要凉 你们也要喝 我靠 都快吐了 我们这个三级神后期 可不可以来个13亿 对吧 13亿的三级神后期 14亿三级神后期 有可能的 牛掰 来来来 来来 来 等我到这个中枢开了以后 我把我的这个豆坎一上 就不行了 好他是二级神后期 哇他这个是主蜘蛛还是主海神 主海神的吧 他应该是为了爬塔调了一下 哎呀哎呀 我们这边三级神 我擦 没有一点作用 连对面哪个人都抗不出来 虚战的14亿是吧 好我们看一看 这把有可能赢是吧 来看一看 看一看对面 我这蜘蛛别发呆 好往前走 然后开始开始动啊 动开始动 就动了一下 怎么攻击那么慢 攻击别那么慢 好先杀对面的一个牛 那一死 哎 再杀一个鬼 我蜘蛛赶紧回血 回血 学来回起来 那一死回起来 再来再来回血 来别死 哎呀 我们这个蜘蛛有点菜 现在有可能怀疑是什么 就是我们先把这个魂环替换下来 就是我们要把封刃 放到第一个魂环位置 因为封刃它是主动技能 如果一开始放在主动技能 第一个主动技能 放的是封刃的话 我的协议积累就会快很多 主动师傅略是一个被动技能 也许这样的一个顺序 会有不一样吧 我们看一下 四伏反射成圣 就是你要这样想 对面比我的蜘蛛攻速还要慢 慢了个十点左右 然后呢 我的这个蜘蛛协议积累的还慢 输出也低好多 你非要想着 我要提高输出 我要把这个成圣弄上来 那没有找到问题的本质呀 我们要找到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蜘蛛 现在协议满了 56秒 协议满了 然后现在它打我很容易 我很容易海神就暴毙 应该是在48秒的时候 它会非常的猛 有一波很猛的输出 但是这次我的海神没暴毙 我的蜘蛛差一点死 这一波我的蜘蛛有点强 它的顶尖暴毙了 这是第一次出现的情况 我们现在是3打2 它蜘蛛也死了 好 现在是1v1的情况 这个是一个天使武魂 在这儿没啥作用 它在打我的这个蜘蛛 我在风上揍它 1v1有可能会输 因为它的这个百万年 毕竟比我多了4个 哎呀 输了 我们这次看一下 我们这个蜘蛛输出 是不是要厉害些了 怎么那么少 它这个600亿 我感觉这百万年 十个百万年还是很强的 召唤魔术换撕裂不行的 空间撕裂是比较菜的 原先我们换菊花之前 就试过那个组合的 混环 稍等啊 这儿我们多打几把试一下 不要说打100两把 一定要打个四五把 蜘蛛有闪不驱 海神往不驱干嘛 防止它发呆啊 不要不驱的海神 会非常的惨 明显的输出又会降低 这儿再看着 协议 还没满吗 满了 54秒 蜘蛛一副要死的样子 协议又满了 放技能呀 它就在这发呆 但是对面日子也不好过呀 对面直接就被秒了 对吧 海神单体爆发 我感觉是 有的 很强 但是呢 现在我能打赢它了呀 刚才我是 海神连续暴毙了 四五把对吧 这次好像 就把这个魂环位置调了一下 就有不一样了 各位 进攻有时候是最好的防守 但是它不猜呀 就是如果它很猜 或者说我实在打不过 我就赌 我就赌这个爆发 那是可以的 但是我想要一个 更高的胜率 为什么太难比牛强呢 你这样感觉是吧 因为你没有体会到 牛扛伤的真正的魅力 所在 五十 四九 四八 它炸环 蜘蛛没有死 nice 让它鬼老是先死啊 哇 这边 还是有点强的 先把它牛给杀了 让自己的蜘蛛秒来 哎呀 这个好夸张啊 它炸了海神环 怎么还那么强呢 我们刚才打赢 它有可能是靠这个狂热 一个AV技能 就把它 三个四个角色 全都秒了 狂热那个 是看脸的 没有错 有人说 海神戴杀不屈啊 不好意思 我这个 大佬建议啊 建议我少听 各位的建议 要有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同样的问题 你可以问一下这个武汉 可以问一下这个冰妹妹 对吧 为什么都要戴这个不屈啊 都是不是有病啊 对吧 你要把不屈换了 那不是暴躁妄图吗 是吧 这蜘蛛 为什么一开始 只有一副要死的样子 吓人 他把这种惊声打出来了 好 我的鬼先死 这一次 我的鬼 啊一二 四十五秒的时候 还剩暴毙 为什么我打他那么吃力 你想 不屈 神圣 我可以挪过来 但是 只有八个 再有个狂热的话 即便把狂热也弄到 百万年了 我想试一下 这个狂热差了一点 今天如果一开始 是不是狂热 它就能变成百万年的了 木轻条了 但是 武汉 它也做了一些调整 之后又打不过了 我把不屈 和神圣换过去 我想测试一下 是不是由于这个 那个十个百万年 魂环的作用 这个狂杀之士 其实是可以换过去的 然后我把狂热 也给换了 虽然狂热非常的重要 但是 换狂杀之士 说不定也有很好的效果 先等等 然后这边 神圣狂热也OK 它是多了一个 生命之种 蜘蛛要生命之种 其实没有太大的作用 考虑到我这个蜘蛛 输出也不高 生命之种还是有点行的 这样更打不出输出 魔晶王是不行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想测试一下 这个海神的输出 有没有变化 对吧 看一下 有人说我容易被烦死 是被牛烦死 但这个 不是我海神 每次经常容易暴毙的原因 我们这次都看几把 看一下我海神输出的变化 好 47秒钟了 我这边牛还没有死 这一把很神奇 43秒钟牛死了 这边牛先死 我的天 海神又暴毙 39秒暴毙的 这个 我想多打几把 试一试 最后如果实在不行 我想试一下 这个炸环 炸这个海神的魂环 是否会有奇效 实在我看一下 有没有说 生命之种 我还神神追击 这个 其实是可以换的 可以换的 可以换的 我这个扛伤 扛了700亿的输出 人家 这个打了 我看一下 我这个海神 打我打了700亿的输出吗 等一下 这把现在呢 这把是海神暴毙了 我这海神 已经没有办法去换了 即便 再换也换不了了 就是什么炸环 也不会让它变得更肉 对吧 这我看一下 我这把这个 这个蜘蛛扛伤是贼顶 这次我海神暴毙 没有爆发是吧 等等 海神暴发 我们多观察一下 现在正在测试 10个百万年魂环 是不是罪魁祸首 稍等 它的蜘蛛 现在比我强一点点 的一个原因是 因为它有两个百万年 我的蜘蛛没有 然后我的鬼 差一点点死 哇 哇 死了死了 能把它的这个海神 干爆吗 42秒死 我这海神 其实不是海神不肉 是这边前半已经死了 所以它海神可以 直接打到我的海神 但我输出还是差一截 你看发了没 然后它就是打我 蜘蛛打得挺费力的 就可以试试自然测试 给海神是吧 好的 蓝姐是这样说的 不过我的自然测试 是比较菜的 我想再打两把试一下 这个已经暴毙了两把 已经可以看出 问题是很大的 过两天我把这个 狂热弄到百万年 反正它也差不多 给它弄到百万年 试一下 然后可能就是 再给这个蜘蛛 我的蜘蛛 现在是能够扛的 至少我的蜘蛛不会暴毙 它这个牛先暴毙 这是怎么回事 我靠 它打我叔叔 我经常就是发现 角色很贫死 但是它就不容易贫死 这把试运气很好 而且我海神 也容易暴毙 我的海神 在打它的鬼的 那个天使 不会还打不过吧 我顶还活着 对吧 这要还打不过 那就报警了 哇靠 海神 我想把它全都卸了 汉海无牙 浪涛无边 苍鸣无际 万传归海 这个顺序也是一模一样的 也是一模一样的 我的天 但是凭什么 就是因为狂热 狂热是很大的区别 但是不至于吧 这次它蜘蛛死得比较快 所以我蜘蛛伤害高 所以我现在也不清楚 为什么海神打不出这个输出来 这是侥幸盈了一把 有人说海神被压制了 不要把海神的攻击搞到第一 是吧 这东西如果要再搞的话 很难 就是我们要煮 煮牛是可以的 把牛的攻击也拉到第一 但是 很难 因为之前给海神 给太多东西了 好 我的蜘蛛先死 那就没了呀 我擦 又赢了 这东西说不准 所以 这把输出为什么那么爆炸 这个一下子把对面全都干掉 这个不是狂热的功劳 这是什么的功劳 蓝姐说 因为进场 瀕临死亡 被牛吞了 被牛吞了以后 加了很多选项 就是任性 输出都加了 然后输出就出来了 所以我先贫死 然后被吞了 反而很厉害 现在还是被吞了 对吧 然后再出来 刚才还是在这了 现在出来 就有输出了 这牛吞一次是很强的 然后他们有一个计划 就说 哎呀 我这儿感觉要没 就是 牛应该吞谁 吞除了海神以外 战力最高的角色 就是负的角色 比如吞我这个蜘蛛 可以让蜘蛛打出 差不多的伤害 和海神差不多的伤害 我明显的感觉到 我这个海神就是不太行 牛的血和防御拉到第一 给大家看一下 牛的血量13亿 这个海神血量太高了 18.5亿 给它吃太多 太多好的东西了 特别是这个 其实海神不一定 这个无视一击 其实这个效果也还行 然后这是12.6亿 现在想要这个牛 比海神要厉害 那就消耗时间太多了 冰灵的外向 和涛叠三次的外向 是两个不一样的 好 来 蓝姐做了一下解释 我们来看一下 涛叠深夜是可以吞一次的 它是释放三次深夜以后 这个可以去对 生命之第一次生的角色 进行吞吐 一般是吞负C 主牛的话 那就可以吞主C 主C就会很强 但是这个要等三次 涛叠深夜 这个有点难 我感觉啊 因为这个涛叠深夜 8秒CD 它吞完三次 它都40秒了 除非到了大后期 我牛能站得住 那时候能吞 会很厉害 刚才蓝姐说 为什么我海神输出 上来了 上来的那次是因为 海神凭死 然后被牛吞 两秒号突出 期间 这个被吞的海神 无法被选中 然后呢 每秒回复这个28的生命 就像是回复56的生命啊 而且牛自身 增加30的减伤 然后呢 吞了吐出来以后 是加攻击 加51 加生命51 加51的专注 加51的坚韧 持续10秒钟 所以这个非常的牛 非常的厉害 饕餓的万象 OK 就是这个是 它会撕咬 它会吞的那个 那个技能效果啊 但是这个也是吞的那个 伏C 没有什么作用 对于海神有作用的 就是这个万象无量 它平死的时候吞一下 反正我给大家看的就是 我的牛不可能去吞我的海神 目前来说是这么个情况 但是我就是找不到 干它的原因 中枢下周二开 要牛血量更高 需要好几个月 一个月两个月 是做不到的 而且我们随着中枢一开 可能海神的血量攻击会更高 刚才有人说了 牛的血量要最高 防御要最高 然后-C的输出 攻击要最高 这个东西 是奔着5C去走了 哪那么容易呢 它的牛好像比较容易死 这里 我好像一不小心又赢了 它就炸环也没有作用了 唉 这东西整不好说 这一晚上来来回调了好多东西 但是不应该来来回回的去调的 这局开场就被牛吞了 是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海神开场都会消失 你看又消失了 待会会出现在这 你看出来了 每次都是这样子 这个东西说不准的 这顶就没了 是我的封印太菜了吗 我杀他两角色 然后就没了 好 最后打一把吧 打他确实是 输多胜少 然后他的鬼过来了 我触发无敌精神 然后我再砍他的鬼 他的鬼很难砍的 他是 他的鬼还是比较难死的 然后终于砍死了 然后可以砍他的牛 好 他牛被我砍死了 然后再砍他蜘蛛 对吧 现在砍他蜘蛛 蜘蛛死了 好都死了 这个东西 哎呀 不好说啊 就这样的情况下 我才能拿到这个输出比较高 就很奇怪 给海神炸之后 我们周日来试吧 周日的时候 我们多试一试 别着急 感谢各位收看 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这个条号 需要慢慢的去 把它好好养一养 别着急 慢慢来吧